九年大运 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 主题数七 小白会怎样 如果你最近感觉 自己想要的东西会自动出现 只要稍微努力就能轻松得到 接下来你会发现 自己开始被酸言酸语攻击 不经意的行动常常被放大解释 刚开始你会认真面对 努力一个一个解释 但头痛的是 留言的版本竟然越来越多 感觉一解释就有新版本诞生 让你快疯掉 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 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 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 欢迎订阅分享按赞开小铃铛 嗨大家好啊 我是喵喵大师 如果你最近感觉 自己想要的东西会自动出现 只要稍微努力就能轻松得到 而且你的身边会有对照组 对方的目标条件 努力程度和你差不多 但很明显的就是完全没有运气 也许是认真准备之后 原有的机会被取消 或是有九成的把握 最后关头竟然逆转失败 让所有人搞不清楚 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是一起努力 竟然结果天差地远 旁人看着你 一路开绿灯的状态 会怎么想 说真的失败不可怕 但失落感很麻烦 有风度的人会谦虚 认为你运气比较好 但你对于这种否定你努力的说法 有意见 会忍不住辩解 并矩阵各种挑战的记录 肯定自己 还要激励对方不要放弃 像我是辛苦过来的 你也可以做得到 整个说明很完整 语气很坚定 但沉浸在失落感中的人 要坚强有困难 虽然知道你应该是想鼓励他人 但很难不多想 你该不会是想炫耀吧 接下来你会发现 自己开始被酸言酸语攻击 不经意的行动 常常被放大解释 例如你今天拿东西的动线 和平常不一样 晚了十分钟还绕道 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刚开始你会认真面对 努力一个一个解释 但头痛的是留言的版本 竟然越来越多 感觉一解释就有新版本诞生 让你快疯掉 这是面卖大师的独门绝技 听到赚到 如果你不是生命灵数七号人 也不是流年期 那就要来看看 你的主题数是不是降落在七了 主题数是你的九年大月 是你想要的体验 生命蓝图才会给你 话题人物的热闹开场哦 但主题数的算法有点麻烦 就怕算版天还算错 要不然就让喵喵大师帮你算 按资讯栏连结就可以 很简单哦 有喵喵大师帮你算的同学 请看主题数 只要对号入座 就有主题数的攻略 欢迎多看几遍 喵喵大师不怕你学 因为在主题数的实定挑战之前 只有上当学乖 和上课学聪明 二选一的机会 你打算怎么选 都是自由的 这是玩家登入地球前 自己想好的关卡哦 就是要这么难 才会觉得人生好混乱 好好玩啊 赶快跟着喵喵大师 来解谜主题数七的宝物咯 先来说最辛苦的新手开局 就是缺七的人拿到主题数七 是什么意思呢 喵喵大师先来解释 例如1990年12月4日生日 剧本数268的八号人 虽然数字有124 689 但就是没有七啊 要是计算主题数出现七 就是缺七拿到主题数七 缺七的人其实是大辣辣 平常没想太多的 为了让玩家拿到七 就是幸运加持的能力 生命蓝图就会有最好的安排 就像这样 明明是自己努力不懈才完成挑战 却被酸炎酸与攻击 否定你的付出 辩解还被朋友讨厌 让你觉得很辛苦 为什么要觉得很辛苦呢 因为七代表上帝 创造世界后的第七天 前面整整忙了六天哦 不是辛苦是什么呢 这是主题数七 为你做的经典安排 不管你多能干 忙到这里一定会觉得累 需要休息放松转换心情一下 就在你仔细回想 六天忙碌的过程 打算和旁人分享 到目前为止的小小成绩时 并不是想炫耀 也不是想证明自己有多厉害 只是想让人知道 自己有多努力 多忍耐 希望有人认同自己的坚持与不放弃 然后就招来很多奇怪的批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缺七的人通常没想太多 当然心思也相对单纯 因为很想说没挑对象 就开心的说出去 只要没有明确的反驳 就觉得自己被理解了 这让缺七的人觉得很舒压 很开心 随机遇到的人性格成熟的话 当然没有问题 但想要这样混下去 当然不可能的 不要忘记主题数 可是九年大运的主旋律 会一次一次增加难度 到你气到血压上升为止 例如你说过的话 才离开现场就被曲解 没有攻略的人 要是顺着本能一直解释下去的话 就会增加强度 变成谣言满天飞的实境秀喔 再来说好一点的新手上路 就是有七的人拿到主题数七 这是什么意思 要不要大师先来解释 就是在计算零数时 数字有七的人 例如2002年9月7日生日 剧本数202的二号人 数字有279 生日数字有七 计算主题数出现七 就是有七又拿到主题数七 但因为零数是二 和主题数七的动力系统不同 为了让玩家得到主题七 把握幸运的能力 生命蓝图就会有最好的安排 在你身边出现很多 很好比较的对照组 就是要让你有机会发现 你其实运气不错 为了让大家知道困难会在哪里出现 先来复习一下动力系统吧 用连线147 258 369 归类动力系统后 会有147的高手组 258的贴心组 369的灵感组 主题数七 不用怀疑就是147的高手组 观察力不错 能够发现不同事物的细微差异 就是主题数七 最重要的安排 有七的人知道 魔鬼藏在细节里 但灵数落在258的贴心组 或369的灵感组时 会觉得一直玩大家来找茶好无聊 这时你的灵数会优先自动运作 用习惯的方法 面对各种酸言酸语 例如人际关系优先的258贴心组 会认为人的交情比事情更重要 关系稳固就搞定了 酸言酸语讲了什么 等有空再处理就好了 至于感动很珍贵的369灵感组会觉得 人在生气的时候难免加重语气和情绪压 要一句一句计较先安抚情绪灭火才对吧 刚以为没事了新的辛苦挑战就会出现 258贴心组的人会用关怀来尽力安抚对方 369灵感组的人会用新奇有趣的事让对方开心 但一切会在9年内重复恩赐没完没了的 没有攻略的人要只靠本能就要等到放弃状态 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的时候才会梦对 最后说最轻松的新手上路 就是灵数在147的高手组 主题数拿到7 这是什么意思 莲莲大师先来解释 就是在计算灵数时 数字有7的人 例如2010年1月27日生日 剧本数134的4号人 数字有12347 生日数字有7 计算主题数出现7 就是有7主题数又拿到7 而且灵数是4和主题数7 都是147的高手组 为了让玩家驾驭7 把握幸运的能力 生命蓝图一定会有最好的安排 让你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辛苦和好可惜 就是要让你知道自己很辛苦 只是想象 灵数和主题数同一组时 算是入门难度最低的 只要有实验组和对照组同时存在 你的灵数动力系统就会自动开始运作 从小就是眼明手快的147高手组 会不自觉的把事物具体化之后拿来比较 当酸言酸语来袭 你会忍不住去比较 到底是谁的妥协次数比较多 忍耐比较多 拿不出证据的家伙怎么这么敢讲 要是这个情况一个月后又发生 就会想好像没隔多久 怎么又来 俐落的147高手组就会觉得很无奈 怎么自己总是被不懂的人包围 好辛苦 有期灵数还是同动力系统 反应会快很多 毕竟高手组的特色就是根据现实做反应 只要发现酸言酸语出现第二次 就能从时间地点对象扩散范围开始整理 归类分析思考对策 147的高手组加主题数7的人之后会一一反驳 但要记得就算大家都安静下来了只是警报解除 不是搞定因为讲不赢你啊 不要说九年了九天后就会有新的酸明出现 一旦你发现大家只是找各种素材来酸 不需要太认真 你就会直接把酸言当空气 这是唯一没有攻略就能猜对的一组哦 重点来了当主题数七的 很辛苦考验热闹登场时会有灭火灭不完的无奈 因为看不到起火点面对春风吹又深的酸明 想硬闯不可能的是九年不是九天哦 先来休息一下吧 只要搞错方向就是错了重来又错又重来 还会让九年大运变成无止境的回圈 白忙一场拿不到主题数七的宝物哦 那要怎么知道是认真的到处解释才对 还是把酸言酸语当空气就好 很难判断吧 就让淼淼大师帮你算来帮你咯 找出你现在的主题数就不用烦恼了 今天是九年大运主题数七的新手教学 所以尽量说的简单让大家好懂好学 主题数在七的时候用聚焦让幸运变大 就是你想要的宝物才会安排九年的时间 让自己慢慢探索 但该怎么做才好攻略关键来了 记得先求有再求好 主题七是练习用显微镜看世界的时刻 连肉眼看不见的细菌病毒都会被放大到吓死人的程度 如果你放大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酸言酸语 是不是要心脏够强才可以看得下去 努力已经很辛苦了 看了以后心情还会更苦 但你很难忍住好奇 不去看这些批评攻击的 刚开始你会很低落 看到后来会发现内容其实很瞎 无脑到不可思议 根本不用太认真才会豁然开朗 那为什么要拿到主题数七的礼物呢 这是苗苗大师的独门绝技 听到赚到 缺奇的人类赶快盘点自己的有数 加上主题数七后 有没有出现新的连线 可能是147霸总连线 357人气连线 789成就连线 只要你接受主题数七 把握幸运的挑战 就赠送九年份的豪华连线 是不是超开运的 在无敌猩猩加持的时候 当然要正面迎击呀 保持自信微笑 体验一下人人羡慕的连线吧 就是因为很辛苦 才要给缺奇的人类新手奖励呀 总之不管你是几号人 动力系统是哪一组 请记得遇到主题数七的考验 不用怕 只要说自己的运气比较好而已 酸言酸语就会被聚焦在 只是运气好罢了 毕竟运气无法控制 谁都说不准不是吗 只要方法对了 就会越来越厉害的 反正有九年的时间 慢慢来很刚好 先来练习承认 小白新手运的大绝招吧 如果想知道主题七 更厉害会怎样 就欢迎大家留言 以后再找机会说 生命灵数看妙妙大师 你会越来越勇敢的哟 如果你觉得 妙妙大师的灵数2.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 就欢迎订阅追踪 并分享给他们哦 我是妙妙大师 下次再聊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